鎮字幕幟哥 我雙情真的ï 不能俩,真不俩 其實社會是需要 愛人、身邊的事 身邊的事 身邊的人 我亦希望藉著這件傢俬告訴你 我們是愛惜身邊的事 也都是愛惜你的 75歲的途婆婆 一個人住在桃瓜環九區的堂樓 家居實用面積有大約280平方呎 但雜物堆積 一個有一個環保袋 國企食品 不用的電器 家因她的丈夫幾年前因病離世 心煩的她失去撿屋的動力 我這邊住了三五年三下 一來真的心情不好 不想收拾東西 買多東西就等到裡面 時間內容就忘記了 又要過期了 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所以對著很多事物就是這樣 全員不收拾 過期也有得去就是這樣 難嘛 最多都是難 沒有申請 是真是呀 不想要不相約 真是不相約 一個老鼠的隔著我 真的好害怕好害怕 真的以前我老公 有很多時間 我會指揮他嘛 哎呀呀 現在他不在那 我做了 我的作用就只有我做 我每次平台 食物獲得了老鼠 哎呀我都多驚訝 我戴了口罩 拿了兩個袋子 你玩了多困難 有見及此,有社工推介途婆婆 參與市建局學建關愛義務工作計劃 升級再造家居活動 有義工上門為婆婆斟屋 婆婆需要自行決定要或者不要 希望她在這個過程更加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的需要 從而學習斷捨離 如果對婆婆有特別意義的物品 我們都會尊重她的預言安排 最重要是將物品妥善分類和擺放好 其實很多人未必因為懶惰而不去執屋 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年紀、體力、傷患的問題 沒有辦法自己去執行執屋 而長者也有一個不想浪費的心態而不捨得扔 令到家裡會越積越多物品 過往我都有做一些上門執屋的服務 但其實一、兩次的執屋服務 未必可以培養到戶主的執屋的習慣 他們家裡有機會很快便會變回聯 但事件局這個學建關外的計劃 其實是長達半年 我們可以與戶主同行 由零開始培養戶主執屋的技巧 計劃是2012年開展 為舊區居民改造家具 今年就與和庫社會企業合辦 進一步結合執屋的概念 當然短期的改善是重要 但我們更加著重長期 所以在今次的活動中 我們加入了一些教育的元素 與他們一起做的元素 不是我們幫他們做完 而是讓他們學習得很長遠地 可以幫助自己的舊線家居 而做那件家具給他們 也希望長遠幫助他們家裡改善 不同人之間的需要 以至家庭關係更加和諧 這一天 幾位建築系大學生義工 和市建局同事義工 來到工場為婆婆打造家師 因為我們發現同婆家裡 有很多的鞋 她買了很多鞋 所以需要一個收納 還有她也有很多口罩 罐頭 因為她很喜歡吃豆豉鯪魚的罐頭 她放了整個屋都是 可能過期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設計了這個櫃 就可以幫她放那些罐頭 可以檢查有沒有過期 和容易一些裸動 我們帶她有砌木板 轉孔 進入一些螺絲 上油等等 雖然我第一次製造家具 但是我反而覺得 是有趣多於有挑戰 因為首先是未試過製 所以覺得每個工序都很有趣 之外就是 想像中都很簡單 原來幾塊木板 搭在一起 然後入一入螺絲 它就實了 就可以組裝成為一個櫃 很簡單 耳工Nathalie 收毒測量專業 她也有其他觀察 其實途徒哥自己的生活 她的家裡的空間其實是不算小的 但是可能我們上去 發現她沒有很把每一尺 每一寸很靈活地運用 尤其是可能香港的空間 不是很多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我反思到 在計劃上我們怎樣做得好些 或者是我們作為一個策略師 可以怎樣去做 而幫助香港的市民 去活用他們香港每一尺 每一寸 而去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在市建局樓宇 復收部工作的義工Anson 就認為家房有助她未來 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 我這次進去 跟家房之後 跟陶伯伯談完 就發覺更加要解到 她日常的需要 而日後有些申請人 特別是 其實很多是 在舊區裏面的申請人 他們有問題打來給我的話 我可以更易地而處 在他們的角度上想出發 去瞭解他們的需要 我就可以更加容易有效地 解決他們需要的問題 可能一兩年才用一次 我們就收得密一點 要用算是方便 可以可以可以 同學仔 我們上去住戶做家房 發現除了 一般我們認知 住得不夠空間 亂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是欠了一個 我們叫軟件 即我們能夠提供的硬件 就是那件傢俱 但其實很多時候 住戶不太懂得收拾屋 所以以前 可能我們做軟件傢俱 長遠來說 其實住戶 都未必可以維持得到 很乾淨的狀態 或者我們設計到 最終的功能 也未必做得到 所以今年有埋埋執屋 這方面 我覺得整個計劃更加完善 有一個問題 我每年都問 就是究竟 為何我們要上去做家房 為何要搞這麼大壇 叫大家去 那麼多人幫忙 如果我們要打電話 一人夾幾個水便可以 請師傅來 其實我們最重要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想和兒子和住戶 中間的溝通 有聊天 那個聯繫 其實是更加大意義的 我想賣家試很容易 是的 正如我們現在打一個 電郵傳出去 Happy Birthday 很容易 但我的感覺是怎樣 如果有人為你做一件事 做了聖誕卡 給你 覺得特別開心 我們希望那些家庭 感受到 我們同學生 對他們的關華 是特別為他量身訂做 而不是我們買一些東西給他 這個我們最想做到的 另外我們強調這些傢俬 我們也不是買新料做 我們希望 例如打風盛的木頭 我們希望 我們什麼叫升級再造 就是一個環保概念 今天 新家師終於送到 途婆婆非常高興 因為小朋友 學生幫我送家師 有這麼多妹妹 過來幫我做東西 我真的很開心 給了這個機會 不用我這麼辛苦 今天是方便 方便 方便很多 始終可以均勵一些東西 不如我堆回堆回堆 有時候都不知道 堆回有什麼事擺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國旗 所以都是學校姐姐 找些能夠幫我一個老人家 所以覺得都挺開心 小妹妹 她本身有一個很罕有的新陳代謝病 不太懂得用身體的糖 現在我們幫醫院試的油 其實本身醫生就是想拿來醫臭菌 她中完COVID之後 就要用胃做口 每一餐都是落奶落油 這樣用奶袋吃 女兒選了我們做她的父母 所以我們都盡了我們的能力去照顧她 我弟弟是阿力山大症患者 全香港只有兩個人有 她的病徵就會退化 因為COVID就差了 她在醫院裡休息 她在醫院裡休息 之前弟弟和姐姐一起跳爵士 她知道弟弟有這個病 之後就想做護士 她也幫了我很多 所以我有這個女兒 我很開心 謝謝你 愛都入肌 早前一個雙見共融活動 有個簽名參與者和義工 一起去主題樂園分享喜悅 我們很希望透過這次鼓勵所有的家人 和我們很多義工專業的團體 在戶外一起在陽光之下 玩一些很開心的遊戲 學會怎樣把她們的愛分享 亦都一起去幫助有需要的小朋友 一個家庭 如果有些小朋友是有需要 有特別需要 或者行動不太方便 其實他們更加要出來 一家人去享受一下 接觸一下陽光 開開心心 融入回一個社會 除了被照顧者之外 還有兄弟姐妹 或者親戚朋友 可能她都承受著同樣的壓力 所以我們都要關心她 好像不要忽略了她 參與雙見共融活動的兩個家庭 一見如故 互相問候 和家通人物合照 人人都露出燦爛的笑容 我女兒叫蘇去欣 今年就七歲 她的罕有病的名字叫 炳童酸脫輕梅缺乏症 其實她兩歲就確定有這個病 小妹妹 她本身有一個很罕有的 新陳代謝病 小時候她的腦部 其實已經不夠能量 因為不懂得運用糖 去供給腦 所以她很小時候 就有抽筋 很嚴重的抽筋 手腳協調的功能很差 都要靠媽媽自己 一天三餐自己煮 她可能是要吃 芝士 牛油 三文魚 這些就是她牛油果 見到有少少糖的時候 身體就說 那我不需要出生酮了 她又用不到糖 又出不到生酮 那腦就突然間 就會被人關機了 因為沒有能量來源 所以她們很容易 就會出抽筋 嚴重的抽筋 又或者是腦部的受損 就會再準一步 正常的奶粉都不可以吃 她其實要吃身同飲食 為什麼她出生三個月 會有抽筋呢 就是因為她 那時候我們未知這個病 兩歲才知道 我們一直在吃正常奶粉 那時候其實一直在分配 乳酸影響她的腦發展 其實危險程度也很大 因為她的腦發展得遲了 那她其實其他身體機能 都比正常小化發展得慢 平時有我主要照顧 爸爸就上班了 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女兒吃了新同餐 她多數都是油和奶粉 現在我們幫醫院試的油 其實本身醫生就是 想拿來醫抽筋的 她本身都不是很動的 但是試完這隻油之後的半年 她就開始 個人就活潑一些 動多了 去年年中 走過鬼門關的許恩 因為嚴重肺炎 在ICU住了幾個月 中COVID之前 其實她是可以用口吃東西的 她中完COVID之後 就不可以再用口吃東西 就要用胃做口 每一餐都是落奶落油 這樣用奶袋去吃 開心是見到她笑 真的她會懂得看 可能未必你知道她真的看著你 但她真的會看到你 然後就會笑一下 這樣就很開心 心願其實就是 保持健康 我經常都跟其他人說 女兒選了我們做她的父母 其實就是 她覺得我們有能力照顧她 所以我們都盡力去照顧她 她們在年十七歲的蔡子培 原來九歲的時候 身體才出現退化的現象 我弟弟是 阿力山大症患者 全香港只有兩個人有 他的病徵就會退化 慢慢地 小時候我弟弟是沒有問題的 一出生的時候是正常的 直到他九歲的時候 即是我中一 我才知道原來他有過這樣的病 我就要堅強一點 阿力山大症本身是因為基因的問題 而令到中樞神經系統裏面 包著神經線的白質出現了一個問題 令到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逐漸退化 壽命也會受到影響 他從九歲開始 在2015年的死穴 他突然間有連續幾天 他都躺下會頭暈 頭暈的情況令到他很辛苦 要掙扎十幾秒之後才不會再暈 急症室當晚就馬上收了他入院 立即做腦掃描 查出了這個病 就是阿力山大病 那時他還是很聰明 懂得走、懂得走、玩台拳、跳爵 醫生跟我說 他很可能會走不了、吃不了、看不到 他跟我說都很快兌現 過了兩年 過了兩年 他真的很快便 脊柱周彎 走不了 那些都出來了 那些肌肉 最主要都影響他的肌肉 那些肌肉都很快便沒有力 這樣 那醫生都說 沒有甚麼可以擔心 就盡量陪伴他多些 照顧他好些 令他開心些 我女兒姐姐 她從小到大 她都很照顧弟弟 很疼愛他 那 那 之前呢 弟弟和姐姐一起跳爵士 一起跳舞、跳爵士 是啊 科外活動來的 她們很開心 然後 可能她知道弟弟有這個病 然後 之後都是想做護士的 可以幫忙阿力 又可以照顧一下弟弟 那 譬如 餵食 秋彈 Cappy 她都吃 她都幫了我很多 所以 我有這個女兒 我很開心 子培的身體 雖然會不斷退化下去 但她仍然堅持讀主流班 參與明年DSG考試 阿子培她今年 是中五學生 她讀主流班 因為她一直都堅持 很堅持 她要考DSE 她 她雖然說話現在武器武力很差 但是她上年中四的時候 她都參加了英文浪宗 都拿了全港公開浪宗第三名 英語讀宗第三名 是的 她的堅持我真的很感動 是的 學校老師都很開心 我本身教子培 就是中文科的 絕對是一位開心果 昨天子培交了一篇徐筆給我 就是講她在假期的時候 她跟媽媽去了新加坡 去探望一個和她患有患有病的病友 而當中令我很感動 她說到她跟病友說再見的時候 她們都互相勉勵和祝福 大家要繼續努力走好她們的路 子培的生活隨筆 和她那種愛在當中 媽媽日夜照顧 只陪有些心底話想說 多謝她 還有辛苦一直這麼多年的照顧 我都很欲擊 經常不眠不休 身心難免疲累 要照顧罕有病仔女 蘇媽媽和蔡媽媽 兩個同路人 感受自心 聲聲相識 蔡哥哥 他有壓力生大症 都跟他媽媽聊過 其實大家都是照顧者 都很一致覺得 其實照顧這些小朋友是辛苦的 有時間是要讓自己休息一下 但是內行就是 我們都很盡量的 覺得這些時間是 應該留給小朋友 多於留給自己 所以我也覺得 要給多些時間自己 其實都想跟蔡媽媽說 當日也有分享了一些重點 就是我看到她們照顧阿妹妹的時候 都很緊張 是的 都很緊張 我也有跟她們說 如果她看到你緊張 她也會緊張 大家放鬆一點 其實她們雖然表達得不太好 但其實很多事情她們都看到 最重要是不開心地面對 因為其實我跟她們說 開心也是這樣說 不開心地說 那為甚麼要不開心地說 對吧 所以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心態很重要 我會知道 要不開心地說 我會拍攝 你謝謝妳 Kantos我們 你能夠拍攝 我還會拍攝 我一定要拍攝 我朋友 最愛拍攝 你覺得是屬於 啊 我可以拍攝 我剛好 我的樣子 我還好 你 machst